我喜欢的男人却爱着我的妹妹 我重生了 原本以为自己是女主 直到见到妹妹的那瞬间 我便明白了 原来她才是女主 耀眼的妹妹是备受所有人喜爱的女主 而我只是意外地出现在了这里 看到宴会上人的目光全部都在妹妹的身上 男人的目光也没在我身上停留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是时候放开了 转身朝着宴会厅离去 虽然我的突发行动在会场里引发了一阵骚动 但我为了不让自己动摇 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我就这样逃离的原著小说 甜蜜小姐的高潮场景 毕竟像我这种可怜的配角 至少是可以逃走的 我的妹妹是小说世界人 即世间宠爱于一身的女主 她则是为女主拿来水晶鞋的男主 这两个备受祝福的人之间 没有配角可以插足的位置 现在我也能放下曾经 短暂拥有过的奢望 放下这一气 然后消失吧 不知不觉我已经离开了一个月 我在心落脚的村子里开了个小花点 也许是店里生意太好 传出了口罪 从前段时间起 甚至一些对平民生活毫无关心的贵族 也开始来店里光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可能会在这里 我只能不是尴尬地跟他打招 你过得还好吗 没想到 男人带着哭腔说道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你践踏我的求婚 就是为了跑到这种地方来 我愣住了 求婚 他在说什么 男人又说道 不管你逃到哪里 我都会追过去 让你只看我一个人 正如我离了你就无法呼吸一样 我要把你也变成那样 这样 他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 妹妹拒绝了她的求婚 她被刺激疯了 还是说她喝醉了 把我无认成妹妹 我们结婚吧 她居然向我求婚 她是真的疯了吧 我怎么偏偏生成了女主的姐姐 这段纠缠不清的缘分 是从二十多年前 我以这个该死的小说 世界里的配角身份开始的 我的灵魂重生到了小娃娃的身体 我被绑架了 等我有意识的时候 正听见两个绑匪正在争吵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是一个绑匪被人控住 而另一个则来到我的身边 把我抓了起来 要挟他们 如果还想让我活命的话 就不要过来 绑匪看到他们不敢上前 反而越发的狠 抓起我掐着我的骨 想要将我掐死 而就在这时 一个士兵悄悄绕到他的身后 把他控制住 绑匪去把我往外跑 才刚重生 我还不想死呢 就在我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一个男人保住了我 好帅的一个男的 我这是在做梦吗 男人看到绑匪被抓住 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而是直接就地正法 而我因为太过紧张 在男人的怀里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 看到了女徒们 正在忙碌的身影 在女徒的交谈中得知 我现在是在小说世界里重生了 这本小说的男主 因为家族一夜被捕 导致男主的性格大变 在家人被杀害后 男主杀掉了所有同族 自己当上了家主 在那之后又过了很久 我现在已经十二个月了 也开始慢慢徐着走 我得快点徐着走 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这位丽拉是我的专属女 在我被人说 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她总是站在我边 然而我现在更好奇的是 我的头发总是银色的 罗杰明明是粉红色的头发 难道我的头发 是长大后才变成粉红色的吗 小说的剧情原本就是这样的吗 小时候的事 只在罗杰爸爸后来回忆里 突然回忆 给出的信息 好像就只有罗杰想说 跟他的爸爸关系 一声说 深爱的妻子因为月子病而离世 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等我睡醒再次醒来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迈着亮亮呛呛的步伐 朝着门口走去 推开门后 走廊中也没有人 我只能继续向前 这是听到某个房间 传来说话的声音 走近一看 房间里围满了侍女 而床上躺着的 正是我这具身体的母亲 母亲抚摸着父亲的脸颊 安慰她不要因为她走了而伤心 如果有人因为女儿的助言 要起纷争 请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孩子 这时 侍女抱着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 然而跟我看到小说剧情不一样 西林顿家原本没有二小姐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谁 如果那个孩子是罗杰的话 那么我是谁 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房间变得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 丽拉发现我站在门口 将我抱了起来 走到了父亲的身边 随后父亲将我抱进了怀里 失去了母亲的父亲 就像是迷路的人一般 在那里坐了好久 随着母亲的离世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他们谈论着 母亲的死因是因为被助言束缚而离去 而母亲的离世就是因为我 我喜欢的男人却爱着我的妹妹 今天是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 罗杰八岁的生日 也是母亲的忌日 如果是寻常贵族家的话 肯定会为女儿的生日 举办华丽的派对 但自妈妈去世后 我们家很少与外界交往 甚至传出了西林顿家 选择折据的传闻 这与我记忆中的圆珠剧情 是一样的 所以在举行亮相舞会之前 家里会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 而罗杰和家百姨 就在那场舞会上相遇 不过 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在餐厅中 妹妹罗杰对着父亲撒娇 说刀叉很难用 父亲宠意地对妹妹说道 不要用这种撒娇的语气作画 虽然她的语气上很明确 但是脸上却盖着笑脸 不过 我的妹妹确实很可爱 罗杰的助言是 华丽盛放 我亲眼见证了小说里 只有一行的叙述在现实中 是如何体现的 所有人最终都会喜爱 这个叫罗杰利尔的少女 因为她正如她的助言所说 是个要脸可爱的孩 跟我不一样 希尔迪亚 食物还和你的味道吗 我准备的大多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父亲用那尴尬的神情问着我 气氛因为我变得有不难以相处 或许 我是不是应该单独吃饭 就在这时 妹妹说道 今天是我和姐姐的生日 准备的礼物呢 随后父亲喊来试语 把礼物拿了进来 妹妹的礼物是想要的猪宝 妹妹很喜欢 在妹妹的催促之下 我打开了我的脸 里面是一双精美的皮鞋 但是又像是现代的运动 家人都在紧张地盯着我 等着我的味道 你不喜欢我 果然还是应该选更少妙 父亲紧张地说道 我抱紧了手中的皮鞋 对着父亲说道 我很喜欢 穿上衣服很舒服 谢谢父亲为我准备的礼物 另一边 女徒用着魔法书写了啥 我被希尔迪亚小姐抱着鞋子 微笑的样子进入 现在就算是死也死而无憾 我打算把希尔迪亚小姐的笑容画出来 题目就叫 生日的微笑有人要买的 他们遗憾着自己没有在场看到 我微笑的样子 还在骄傲着说道不浪费 他们花费十天十夜 才把那双皮鞋做好 妹妹也参与在了其中 而在另一边 男主加百丽得到了陛下的照片 宣布她成为帝国唯一 被基乌斯公爵 陛下还对男主下达了一个命名 那就是跟希林顿家的婚姻 但是加百丽并不想要这个婚姻 跟公徒说道 如果弄丢了信物就无法留下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问题吗 公徒头痛地看着这位新上任的公爵 她居然要去希林顿家去扑信物 我喜欢的男人却爱着我的妹妹 加百丽被陛下封为帝国唯一的公爵 还对她下达了跟希林顿家的婚约 然而加百丽并不想要这场议婚 便跟随从谈论起 要去希林顿家 把以前爷爷送去的订婚信物偷回来 这样希林顿家弄丢了信物 就无法议婚了 夜晚 希林顿家 我和妹妹罗杰睡在一起 我衷心感谢罗杰为我精心准备的礼物 让我沉闷的心情得到了缓解 这时 我听到门外传来声音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是因为大小姐 大小姐 她们是在说我吗 或许我可以在她们的对话中 弄清楚府里的人到底是不是在冷落我 我不想听 我只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期待她们在心里对我的喜欢 但是 我必须得听 否则我可能后悔 我轻轻地将房门打开 听见她们说 你都不好奇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吗 我尤其好奇其中的一个传闻 这个侍从是谁 我从未见到过 随后我又听到那位侍从说道 听说公爵夫人是因为 大小姐的助言才去世的 什么 母亲是因为我的助言才去世的 我也有助言嘛 所以爸爸和大家才会对我那么拒谨吗 可我连自己的助言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 没资格留在这里吗 妹妹醒来从后面抱住了我 问我在做什么 为什么哭了 是因为听到什么不好的话了吗 我连忙把眼泪擦去 笑着安慰她我没事 妹妹催促着我回到床上睡觉 等睡醒之后 我要先弄清楚我的助言是什么 希望妈妈不是因为我的助言去世的 过了一会儿 妹妹看我熟睡之后 坐起身来 看到我眼角的泪 妹妹气愤的下床 那个坏蛋居然欺负我的姐姐 我要给她一些教训 从本上撕下了一张纸 随后用魔法笔写下 寻找同伴 共同消灭害 希尔迪亚小姐落泪的新人 这家伙胡言乱语 需要狠狠教训一顿 侍从接收到消息 掐住新人的脖子 捂住她的嘴 随后侍从就把这位新人带到了父亲身边 父亲吩咐道 居然让我的女儿落泪 把这位侍从赶出去 第二天下午 叫我们李一克的老师 正在为我们讲解 贝基乌斯和希林顿的具体内容 这时妹妹罗杰打断了老师 问到那个婚约 如果我和姐姐 都不想嫁给贝基乌斯公爵会怎么样 我诧异地扭过头 妹妹居然不想嫁给男主 我喜欢的男主 却爱着我的妹妹 妹妹罗杰询问老师 如果我和姐姐都不想嫁给男主 会怎么样 我很诧异 妹妹为什么要拒绝 罗杰撅起嘴 竟然要跟素未蒙面的人联姻 简直跟贵族们的话术一样无趣 老师很头痛地看着妹妹 这是先皇陛下亲自促成的婚事 你要是在外面这么说 会招来大祸的 我做梦都没想到妹妹她会抗拒婚约 着实有些惊讶 不过是因为有我在的缘故吗 罗杰好像跟原著中不太一样 原著中的罗杰 明明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 非常努力地学习 而且身体也非常虚弱 经常生病 而现在罗杰却最讨厌上头 身体结实到连木头都能嚼着吃 罗杰小姐 你觉得希尔迪亚小姐怎么样 我姐姐很漂亮 很完美 比任何贵族小姐都要优雅 妹妹 虽然很感谢你的夸奖 但好像我没这么夸张吧 那是自然 也不看看是谁交出来了 不对 罗杰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让你跟你姐姐学 老师差点被罗杰绕了进去 哎呀 我学不来 我和姐姐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二小姐明明是一起上课的 既然这样 罗杰小姐的课程 今天延长一小时 希尔小姐可以先下课 嗯 姐姐不要走 我先走了 罗杰 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那我们接着上课吧 罗杰小姐 妹妹在上课 我在练习异能 我就拿着个花盆往地上一扔 最后施展一扔 花盆很快就会 恢复如初 这究竟是什么异能 好像不是什么负面能力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传闻呢 这是治愈能力吗 不管究竟是什么 还好我有异能 万一我有一天需要离开这里 为的东西 自然越多越好 我正苦恼 没有合适的鞋子穿 父亲就送了我一双鞋子 难道父亲开了透视眼吗 应该只是碰巧吧 还是赶紧出发吧 不知为何 今天的心情有些奇怪 总是觉得好像有人在背后看着我 这个男人是谁 不会是鬼吧 不对 难道是小偷 等等 他好像没看到我 我还是先悄悄离开吧 先 先跑吧 哎 这双鞋子 竟然有声音 这五彩八男的黑又是什么情人 父亲到底送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的 我怎么偏偏在穿着这双鞋子 遇到这种事 真是有够倒霉的 你是谁 你究竟是谁 你是不是呢 可可爱 他的铜色 难道他是 哎 这 这是整骨吗 他怎么突然晕倒 他的呼吸怎么这么软 白金色的头发 加上紫色的眼睛 他是男主 我喜欢的男人 却爱着我的妹妹 加百利夜闯西林顿家 想要把爷爷在世时送来的心物偷走 没想到遇到了希尔 他是男主吧 他不仅长着白色的头发和紫色的眼睛 而且还具有可以偷偷潜入西林顿家的实力 不过 他到底为什么要偷偷潜进来 这个时候他跟我们应该没有交集吧 他反而想取消婚约 以西林顿家弄丢信物为友 等等 难道这家伙 原来就是他把信物拖走了 然后他还厚颜无耻地要求解除婚约 不过 他不是来拖东西的吗 怎么突然晕倒了 这叫我怎么办吗 他看上去好像不太舒服 我到底该不该帮他 哎 不管了 看在你是男主的份上我才救你 希尔把加百利架在街上 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往连走去 终于把加百利拖到了府底的墙根处 真是累死我了 他要不是男主 我早就要把他丢下了 还好原著中出现 关于狗洞的小差点 不过 他为什么会晕倒 难道他有什么事原著中没有提到过的意义 他毕竟是主角 应该是不会死的 不过 如果我的异能队人也有效的话 希尔双手放在了加百利胸前 随后反慢运转起来的异动 加百利随后哭出一口气 原来我的异能队人也是有效果的 随后希尔便用尽全力把加百利往外挡 希望他自己醒来的时候会离开 现在 我也赶紧回去吧 第二天的早晨 希尔和罗杰还在睡觉 罗杰小姐 希尔小姐 你们赶紧起床吧 怎么了 我还想多睡一会儿 对不起 二位小姐 府里来了意想不到的客人 现在都乱套了 希尔和罗杰来到了大厅 却看见了加百利 我是来旅行希林顿与贝基乌斯家的婚约的 加百利昨天晚上还想偷走信物毁掉婚约 今天就来上门提亲 男主在搞什么鬼 我是来旅行希林顿与贝基乌斯家的婚约的 贝基乌斯 你不觉得已经太晚了吗 加百利回答 不觉得 现在时机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吗 真是令人无语 你所说的时机是指你一个人满意的时机吗 希尔一头雾水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昨天不是还为了解除婚约溜进来偷东西吗 是我亲眼所见的呀 这时加百利抬起头望向楼梯上 她是在看我吗 不过 她的眼神 不行 我不同意 工具 为什么 我的女儿们不是误点 也不是你想娶就娶 想拒绝就拒绝的 如果我说我不同意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同意 公爵是打算违背皇帝陛下的命令吗 皇帝陛下非常信任西灵顿家 贝基乌斯公爵 之前一直推托的人不是你 我之前只是担心继承人之位 所以才推迟婚事的 不过 现在我已经不用回避婚事了 公爵气得直中 我们刚才在梳妆 所以来迟了 实在是抱歉 这位是西灵顿家的罗杰利 我是西灵顿家的希尔迪亚 她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刚才在楼梯上看到的眼神不是我的图 难道她记得昨天晚上的事 你好 小姐 我是贝基乌斯家的加百丽 相信二位小姐刚才在楼上已经听到我跟令尊的对话 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公爵家中有两位女儿 那决定权就交给西灵顿家吧 为什么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过我希望你们在做决定之前 也能给我一个努力的机会 公爵也知道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我希望公爵能在我上战场之前 给我一个机会 所以 如果我给了你机会 日后我的女人们拒绝一时 你就会老老实实放弃吗 也许并不是老老实实 不过我会认得 怎么样 希尔迪亚小姐 哎 为什么是我 我的意见重要吗 是的 很重要 不用我的意见也可以吧 反正这桩婚事早就订好了呀 那也很重要 反正她最后会跟罗杰订婚 有必要这么 罗杰 你觉得呢 所以说 为了跟我们其中之一结婚 那个哥哥会住进我们家 是的 是我们两个人中 喜欢她的人跟她结婚吗 我们两个都可以拒绝 对 没错 姐姐觉得呢 你同意姐姐就同意 那哥哥 出征之前你都会住在这里吗 如果小姐同意的话 原住中说她会演习 看来是真的 她像是在祈求我们 不要把她赶走一样 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反正加百丽和罗杰丽尔 是注定要结婚的 主君 您今天怎么了 我怎么了 她是天生的丽人 只要喘息 只要活着就会越来越强 加百丽 普恩 艾伦 费基乌斯 是伴随着这样的助言出生的 不过人无完人 少爷 您别伤心 洛杰一定去了好地 不是伤心 加百丽感受不到感情 可是那天 加百丽切实感受到 看到那个少女的瞬间 情感击穿了她的心脏 我喜欢的男人 却爱着我的妹妹 加百丽一直在发呆 随从不懂 主君怎么在西林顿家晕倒后悔了 就像被雷电击住 突然变了个人似的 可实际她不是被击中了 而是被射穿了 被爱神丘 比特的心 兴许是情窦初开 她的感情如洪水猛兽般热烈 这才一会儿没见 她就思念希尔了 想到这她立马动身 先去找皇帝报告了下此事 然后拿上行李就去了女孩家 看到她这样 随从物了 天难 主君 难道你坠入爱河了 另一边 希尔正学着妹妹平时干的事 爬到了树上看风景 却不料过了一会儿 她准备下树时 竟突然脚下一滑 本来还以为自己要完蛋了 结果睁开眼 我怎么不觉得疼呢 谁也没想到这天上 还会掉下的林妹妹啊 希尔只觉得完了完了 谋杀男主她是想怎样啊 惊慌中 她甚至忘了要先道歉 心想男人肯定讨厌她了 听见她随从们交集的声音 希尔心想她不会死我吧 我是不是又差点杀死男主 就在她陷入悔恨的心情时 主君您醒了 加改丽坐起身来摸着头 刚才发生什么了 希尔迪亚小姐从树上掉下来 正好砸在你的身上 加改丽忘了过来 希尔浑身颤泡 我应该向她道歉 还得问问她有没有受伤 但是完蛋了 她肯定会觉得我失了 反而在等她道歉的高傲小姐 她一定会很生气吧 她会骂我吧 怎料正低着头不敢看对方 你没事吧 加改丽忍着身上的头 竟跑来先关心她有没有受伤 脸上挂着亚萨西的微笑 那女孩内心泛起了瘟 兴许从这个时候起 一颗名为爱的种子就埋在了心里 不然女孩也不会再过了几年 没见到男人 忍不住向侍女打领她的消息 只是鄙视的她还没意识到这份感情 听说男人住在别馆 她莫名的有点小失落 那以后应该也不会经常见面 不过妹妹就不一样 最近她经常一整天都见不到她 似乎是被加改丽引起的好奇 得空就去找她玩 希尔不禁好奇 她已经那么喜欢她了 连注中 她俩相爱的过程也没什么大事 先是不断 又发现其实早就与对方有分约在身 此前慢慢累积起来的好感 像是被突然点燃 他们爱上了彼此 想到这希尔脱口而出 要是他们能早点定功就好了 侍女却看破了一切 您真是这么想的吗 女孩的解释像在洗脑自己 说他们看着挺喜欢彼此的 应该是一见钟情了吧 再加上她差点把男人压死 想必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寻她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甚至也不好再说什么 两人一起来到后花园散步 突然一阵营迷端的笑声下来 希尔扭头一看 就发现妹妹正和加百丽有说有笑 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两人真般配 心想就不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纪 便悄悄离去了 殊不知两人谈论了 全是与她有关的坏了 原来妹妹早就看出 男人对姐姐有意思 几天前她恰好碰见她愁眉不展 便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要我帮你吗 我喜欢的男人 却爱着我的妹妹 希尔看到加百丽和妹妹相谈甚欢 转身离开了 可她不知道的是 男人却是来找女主寻求帮助 让她告诉男人 你的姐姐喜欢什么 甚至男主还找到女主充当聊天 计划攻略她的姐姐 但女孩却有个前提条件 你绝不能欺负我的姐姐 男人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多 谁知对方来了局 她讨厌你 你还缠着她 这就是欺负啊 一听希尔讨厌自己 加百丽瞬间向知灵女的小狗 失落地搭拉着脑袋 可实际姐姐总没说过这种话 甚至都没在妹妹面前提起过她 这更加杀人诛心了 难道她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吗 罗杰则认为 总要给姐姐一些适应的时间吧 还有 她就很好奇 男人为什么喜欢你 如果你敢说只是因为漂亮 我会用夹子把你的嘴巴夹起来 然而情不知何其 一往情深 加百丽也说不出个损 只知道她见不到她的时候会想她 见到她的时候 心脏就激动得快要爆炸 还有 我从未想过和你结婚 这话就给罗杰听了很多声 她也没想过好吧 也是这时她突然想捉弄一下男主 她不是一见钟情吗 那肯定除了美貌 对姐姐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她笑起来有多迷人吧 也不知道被她抱在怀里睡觉有多性感 还有姐姐说她最喜欢我 羡慕吧 加百丽被气到冒烟 所以呢 你姐姐喜欢什么 是你说要告诉我这个 我才来见你家 罗杰不禁感慨 男人的情商真低 想一个人那得到情报 不应该献点的人点好处吗 例如钻石珠宝什么 起初加百丽还不愿向黑恶势力低谷 结果在得知了西儿喜欢花 并且罗杰会画自己的笑笑话 她立马就脚械投资 还在折军永利把找到女孩大话 但她的表现 可谓是开卷考试都找不到她的 脸红的时候等到她去了战场 想写信寄到福 玩世话我却非要带领 我也会给罗杰小姐起 这波成功让女孩误会 她一对妹妹情被深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